有请节目主持人 小川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站 在这里要感谢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直播期间打开途牛APP 赢出百元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情感作家苏琴苏老师 欢迎苏老师的到来 来自华谊嘉讯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的到来 爱情导师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的到来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对嘉宾朋友 在情感道路上遭遇到一些怎样的困境 我们原来生活特别幸福 可自从他开了个公司以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但他的眼神总让我特别不舒服 是不是我真的配不上他了 一个做老板的女人到底在情感生活当中 会怎样的飞扬跋扈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26岁来自河南 是一名之工 女嘉宾小军25岁 同样来自河南 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好年轻啊 怎么就自己开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这好厉害 学的是这个专业 然后历练了几年吧 就那样 就自己做了是吧 对对对 这是你女朋友 是的 谈了几年了 谈了三年了 也就是说她没开这家事务所之前 你们就在谈恋爱 是的 我们一直都是高中同学嘛 大约别了以后 又在一个城市工作 一起都是吃饭 聊天啊 什么的 然后慢慢长感情 成为了恋人 然后自从都是她一年多 都是创业 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时间 越来越少 给她打电话 不是挂了 都是不接 一天都不会短信 我什么时候不接你电话呀 我不接电话 肯定又是我在忙呀 你天天跟我说 这些破事干啥呀 她原来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的 哦 好温柔啊 她原来的时候 她整天就细皮笑脸的 她可不细皮笑脸 她是那种特别温柔的 她装衣服可怜的样子 她其实可怜吗 不可怜 不可怜 好我问问题啊 你们现在在一起吗 在一起 家务都谁干 我干的 所有 所有的 洗衣服 做饭 做饭 是的 打扫卫生 是的 全是你干 是的 她满意吗 不满意 那你说我工作那么累 你干啥家务怎么了 你现在是我男朋友 这也都你该你该做 这有什么呀 不是这事我们该做 我们做了 你还说我们不满意 我们不是委屈吗 然后在家干家务可以吧 然后他还叫到他单位里面 帮他打扫卫生啊 整理文档啊什么的 起来不给他的同事说 我是男朋友什么的 你是在他公司工作啊 不是 都是我不是空宇时间比较多吗 他叫我上到单位里 然后帮他忙 做什么呢 清洁工 保洁 差不多吧 然后整理一下电脑 文档 给钱吗 不给 那你说你帮我干这活什么了 你费豆袋的 你干这活累死啊呢 哎呀 等于他是老板 你是清洁工 那你见到他怎么叫呢 都一般叫李经理 叫李经理 叫李总 哎呀李总 李总真有派头啊 你的意思就是我需要 哪个大喇叭 照个天下 你是我男朋友吗 觉得那有意义吗 你需要吗 我不需要 但是我希望都是他心里有我 我心里一直有你 我感觉我们一直没有变化 那你们在朋友圈 比如说大家出去玩什么 他带你去吗 不带我去 这也不带 嗯 有些朋友我肯定会带他去的 但是有些我们行业的朋友 都是谈一些什么 我们工作相关的事情 别逗了 他去的职业听不懂 你说带他去干嘛呀 他就在傻乎乎的 坐在那玩着手机 带他有啥用啊 不是你希望带一个 什么样的去呢 像曲总这样的 又懂财务 又有名是吧 不是这意思 只是有些时候 该带他去就带了去了 他每次带我去 完俩一起出去 他都在 我走在他后面 立他得有半米左右吧 啊 你不能跟他并排走啊 好像我跟他在一起 和丢他的面子一样 为什么呀 我从来没这样觉得 他自己多想了 那你为什么在他前面走半步 不是依偎着他呢 从来没有过 我这样习惯 我就没有觉得什么 比他多走半步 跟上了不就死了吗 对不对 你们俩逛街不手拉手的 有些时候 可能怎么说呢 他习惯嘛 亲爱的手拉手 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拉过他的手吗 谈恋爱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哦 那个时候 他是依偎在你的肩上 是的 你们俩这样 你们俩给我两个状态好不好 一个是他没当老板之前的 一个是他 当了老板之后的 小伙子过去 他没当老板之前 你们俩怎么逛街呀 一般都这样做 走啊 哎哎哎哎 这就是当了老板之后是吧 哎呀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呀 原来女人有钱也会嘚瑟啊 那他会数落你吗 有一次 一些客户需要一个合同嘛 他要15分钟之内送过去 然后路上堵车了 啊 30分钟才到达公司 刚开公司的门 他一蹶又要躲到门外面 一脚 嗯 把你踹出去了 对 我会轻功一下 把你坐到天空中啊 哎呦呦呦呦呦 你踹没踹吧 我是踢了一下 但是不至于那样呀 对不对 你是怎么踢的姑娘 就踢到腿了 你这老板做的 就可以殴打员工吗 是这样的 但是我就是有点生气 因为满屋子 等他签合同呢 然后就他 那么长时间嘛 那你应该叫闪送嘛 我比较生气而已 我不应该叫他呀 你们公司几个人啊 你那事务所 好几个 几个呀 七八个吧 就七八个人 您就这么大的架子啊 没有 哎呀 厉害呀 那你现在 你老这么帮忙 你那工作 你自己那工作呢 再清闲 你也得去上班啊 我那个工作是可以 上不去下不去的 他跟我说 他是事业的起步阶段嘛 希望我多抽出来时间 去帮他的忙 啥意思 再雇一个人 不是还在需要费用嘛 哦哦 这男孩行吧 我觉得人真好 喜欢吗 我感觉我没有变 今天是他 嚷嚷的飞着来的 本来我感觉 这基本上 啥意思 有什么呀 我觉得没什么 你还觉得没什么 对 他照顾你照顾得好吗 说句实话 还行 还行 你觉得你照顾得好吗 照顾得好 哎 你怎么没想着你专职 你就伺候他得了兄弟 我不敢这样 为什么 还有一件事情都是 我上厕所玩了十五分钟嘛 他在一个店里面 就买了一杯南瓜粥嘛 他一看见我非常来气 拿着南瓜粥一下 坑我头上了 然后寸头叫嚼 全部都是南瓜粥 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就是准备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他结果去 我那天半个小时还没出来 婚礼马上开始了嘛 但我特别着急 特别生气 他出来以后 我比较生气嘛 就拿南瓜粥 然后朝他挥掉一下 没想到南瓜粥就是开了 就是倒到头上了 这事情不是故意的 我已经给他解释过 也给他道歉过了 但是他什么表情 他就直接不理不哼了就走了 结果就我自己去参加那个朋友婚礼了 特有面子吧 没带一个笨蛋去 多好啊 并不是说我不陪他去 全身都是南瓜粥 他非常爱面子 我要这样再跟他一起去 然后我都感觉 哥们你今天来这儿是干嘛来了 你告诉我 他要给我分手 这么好的男朋友你要分手 是的 你还不舍得分啊 是的 哎呀 为什么要分手呢 我说话他特别敏感 就是有些话 他听着就有时候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生气了 比如呢 比如就是有一次 他去帮我洗车 就是 主持人想接这个车 我在那面前都不敢提车 因为有一次不是下碗鱼 那个车非常脏 停在外面 然后刚到洗车店 他给我打电话 等我见哪车了没有 我说 我说我在开着呢 还不是等我说完 都是 劈头盖脸的 跟我说了一顿 然后放一句狠话跟我说 以后你要有本事 自己买辆车 不要开我的车 当时约个客户 要去见客户 他把车后开走 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然后我就急忙忙 赶到楼下 没有发现车在那 然后就是我打电话 问他了嘛 我这人本身就大大咧咧的 这个你也知道 那我随口说了一句 你就你就放在心里了 我觉得你太小心眼了 你是大大咧咧是吧 对 一会儿我说你什么 你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啊 行 你都能包容对吧 对 你说的啊 一会儿再说 我有点绷不住了 你还不想分手 是的 完美恋爱的三娘 走过来风风雨雨 很多事情 无论家庭变故啊 还有什么 什么家庭变故 两年前 都是 母亲不是重病吗 去世了 然后他一直都在我身边 一直陪着我 你还挺研究的啊 嗯 他不是会喜欢上别人 所以要跟你分开的 反正我现在 都对他有一种怀疑嘛 有一次都是 他回来特别晚 我想都是跟他做个饭 然后放到饭盒里 然后给他送了 你又送去了 我跟他送过去了 然后你发现了什么呢 当我开开他办公室门时候 发现他跟他那个合伙人 头对头不知道在干什么 头对头怎么办了 我们头对头研究个数据 有什么问题啊 不不不 我觉得研究数据 头对头肯定是研究不了的 你这个 九 我在这边看是九 我从那边看是六啊 我并排还有可能 他当时什么表现啊 当时把饭往那一增 然后扭头就走 我和我合伙人 这多尴尬呀 这事 你以后让我们怎么合作呀 那你想过我来感受没有 我们是合作伙伴 哪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因为你爱上了别人 你才不要他 百分之的 才抛弃他 是这意思吧 不会 不会 这都想了 好好好 你跟我说 你为什么这一年多 当了老板以后 变化这么大呀 就是看他这也不顺 也那也不顺 为什么呀 没有啊 我觉得我很正常 那过去两年多 不都挺好的吗 对 那你告诉我 这一年多发生了什么 你觉得这个男人 一定要扔掉他呢 我现在就是工作比较忙 我希望他能理解一下我 那你希望他怎么理解呢 家务不都做了吗 人家除了干一份工 还跑你那儿打工 也没问你要钱 你希望他怎么理解你呢 就是我工作忙的时候 我希望他不要打扰我 对吧 像我们做素子这一块的 尤其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以后就别给人打电话不行吗 那有时候 然后一天都没有电话 没电话就没电话呗 然后不知道 你没朋友啊 我有朋友 你不跟朋友们玩玩吗 但是有时候他有事的时候 我发短信我都得去干 我明白了 就是这个女生对你 你希望的是朝之即来 挥之即去是吧 还行吧 反正也也不是这样吧 听明白了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发现他们现在 对彼此在内心当中的定位 发生变化了 这个特别可爱 特别萌的这个男朋友呢 还是把你当成女朋友 但是我觉得可能 从你的内心当中 已经把他当成是一个 小助理 小下属 而且还是不用付费的那种 其实你在内心当中 对他的定位 已经不是男朋友了 刚才你提出了 这个什么分手的理由 是什么小心眼啊 猜疑心太重啊 老给你打电话 等等等等 那要是换一个 曲总这样的 天天给你打电话 老说你怎么跟那个 合伙人头对头呢 我估计你心里没死了 说我男朋友多爱我呀 多重视我呀 我觉得可能你在内心当中 对这个男生 有一种一边享受着 又一边嫌弃着的 这种感觉 跟他在一起吧 你觉得确实没有一个男人 像他那样无条件地 顺从我 照顾我 但是 以他现在的这个状态 和他的能力 你确实有点瞧不上了 所以我觉得 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吧 就太容易得到的东西 这个人太容易 答应我任何的要求 他也会不够重视你 所以我建议这个男生 这个小伙子 从现在开始学会拒绝 学会说不 他给你打电话 让你去送货的时候 你可以说我现在在工作 你确实是在工作 他公司虽然只有七八个人 但是至少还是有其他员工的 他没有发给你工资 这位李总 你就不应该受他的拆迁 你只要做好一个男朋友 就可以了 你别老想着 我要给他当下手 我要给他当助理 我要给他当员工 那样只会让这个女生 更加地瞧不起你 至于这个女孩子 你会发现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 越是亲近的人 你会对他越不注重礼貌 你也不会在乎他的尊严 就是一盆粥倒过来 你会觉得我生气吗 因为咱俩关系好啊 我可以任性啊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他对你好 但是所有人的好 都是需要回报的 如果你不能给他 更好的一个未来和回报的话 就不要老享受着 那种别人对你的照顾 这也是不公平的 女孩变心了吧 没有 以前是这么对你男朋友吗 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变化 你难道都不知道自己的变化吗 都感觉不到自己那份心 已经变了吗 你在公司里不承认 他是你男朋友 但凡有跟业务相关 公司相关的事情 见客户啊 公司同学出去啊 你不带他 开始我在想 为什么会这样 哦 原来你跟你的男合伙人 头碰头了 如果说你心没变 但凡对这个男人 还有爱意的话 怎么可能当众侮辱他 你对他的称谓 肥头蛋 傻了吧唧 这是爱称吗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怎么说怎么闹都行 但是在公众的场合 你这么侮辱他 而你对他 简直连员工都不如 让他去当快递 晚了还要踢他 你这是对自己的爱人吗 从这种种细节当中 能看到你对他 有丝毫的爱意吗 所以如果心 已经不在了 你就坦白地跟他说 不好意思 现在的我已经 不是曾经那个人了 光明磊落 没有人会责怪你 因为不是说 两个人在一起 就一定会永远在一起 因为你们现在走的路 已经不一样了 希望明确地告诉他 好吗 男孩 我们能不能做的 像一个男人 有骨气一些 你现在做的 种种的举动 都在试图挽回 对吗 要让一个女人 真正地跟自己在一起 或者说被自己所吸引 要的是什么 自己得先是一个 独立的 有个性的人 你看你做的这些事情 有个性吗 你为了这个女人 放弃自己工作 我相信自己工作 也不会特别好 因为你随时 要听她的时候 你也没有自己生活了 没有朋友了 你没什么呀 你随时在等她一个电话 你想要找到她 没门 我们做这样的人 还有意思吗 况且 爱情不是说 你努力 你想要就能得到 对吗 你做的已经够了 你做了很多的人 做不到的事情了 不要去做了 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 我相信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我们的编导 一定会收到很多的电话 都是女孩 单身的 都是要你电话的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当一个男人的母亲去世 她的女朋友 或者是妻子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就成为了她另外一个母亲 或者是生命当中重要的女人 李总倒是像一个慈母的样子 始终面带微笑 但却心狠手辣 我觉得男生之所以离不开女生 除了一方面性格懦弱之外 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两个人在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而性格懦弱的人往往 不敢于首先去放下这一切 其实在你那些员工面前 你只不过是可以发工资的一个老板 在你的合作者面前 你只是一个合作者 谁也没有把你狠当一回事 而这个男人之所以把你当一回事 之所以对你好 不是因为你是李总 不是因为你有公司 是因为你只是你 所以他对你好 所以才把你当个宝 所以不要太自以为是 英国前首相 撒切尔夫人 是一个著名的铁腕手段的女强人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在长达52年的婚姻当中 和自己的丈夫感情非常之好 从新婚婴儿开始 她就养成了每天早上给自己的丈夫 做早餐的习惯 即便是在做首相的时候 她依然履行了一个在家庭当中 一个女人应该做的责任和温柔 你不爱她可以 请不要羞辱她 你不爱可以说再现 你也可以不必有愧疚 是谁给了你权利去羞辱一个 对你这么好的男人 给别人留点自尊 给自己留点自尊 你要走可以没有关系 那都是你的个人权利 但是你没有权利去羞辱她 不要把你的社会地位 和所谓的财富地位 带到家庭当中来 不要觉得自己扔了两个钱 赚了两个钱就不得了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我敢说所有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 几乎没有任何两个夫妻 他们的地位或者是收入 会是那么的相同 那么如果他们也以自己的社会地位 和财富地位来标榜 自己在家庭当中的权利和地位的话 那个家庭就不再是家庭 男生我就不想多说了 你就是这个性格 你可能是太过于地困顿在过去的感情幻想当中 你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 这个女人已经变了 她不一定有外人 但她显然已经变了 我想象不出有任何一个 妻子会在公众场合这样羞辱自己的丈人 她哪怕是在家里让你跪搓一板都可以 但是在外面她这样对你的羞辱 其实你在她的心目当中 早已经没有了地位 你应该学会自己尊重自己 就这样 核心词就一个嘛 尊重嘛 这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 没有尊重 什么都不谈 好吗 好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亲爱的 我都希望都是我们能回到从前 然后这三年 你确实陪我走过了很多了 我过不去的坎 我现在虽然给不了你 跟你一样 一样那么能挣钱怎么样 但是我能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我真的非常爱你 我希望你能好好地考虑一下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 不相信我 什么怀疑我 我感觉我一直都没有变 变化只有你的心 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感觉看看我们适合不适合 气死我了 你先回去 谢谢你 来 请关门 我的后门 天明 回去吧 这待着啊 来 请关门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 是吧 最后那话说的呀 我没变 只是你的心变了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请开门 请开门 来 跟男生明白了 来来来来来 李总 面对对面空空的门 你有什么感受吗 你有什么话想对你的前男友说吗 我想说对不起 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呀 我不应该这样吧 就是人和人之间吧 确实老师们说得很对 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反正男生已经走了啊 现在可以不用顾及他颜面了 你确实没变心吧 没有 你心里还有他吧 就是最近有点膨胀是吧 算是吧 你离开这个现场 你会再去追他吗 我会去追他 哦 这个男人这个 飞头大耳 都有什么好啊 你追他 其实他 平时还挺好的 对我 哦 你真喜欢他 对 心里还是爱着他的 哦 我跟你说 其实 一个人不怕犯错 要勇于认错 你这样 你大声地说 你说亲爱的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我求求你了 你回来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对你这样了 也许他就回来了 你试试 亲爱的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我觉得老师们说的特别对 我 我会改正的 求求你回来 还没说 他说求求你了吗 他还没答应具体怎么做呢 就是他没说具体怎么做 你先亲他一个 亲一下亲一下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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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用介绍 这节目都播了 都播了 我跟你说最简单 你在去那个公司的时候 你就贴一条 请看某年某月的爱情保育站 有李总的情感故事哟 哎 全公司人就哗就都看了 来 两位站到中间去吧 来 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掌声有请 李总 能对她好吗 对 真心对她吗 是的 好吧 我们见证属于她们的浪漫时刻吧 亲爱的 嫁给我吧 好 来吧 麻烦站在这儿来 我们有礼物要送哦 成功复合的情侣可以抽取幸福游的大奖 这是五百到三千元不等的一个旅游的代金券 你们谁喊开始 谁喊停呢 说吧 开始 停 李总 你看这怎么算 一等奖吗 三千吗 小胖 多少钱 两千吧 三千加一千 就是她特别实诚 特别老实这孩子 拿了你准备怎么用啊 给她嘛 给她呀 那好吧 恭喜你们获得了价值一千元的旅游基金 谢谢你们 祝你们幸福 两位请回 她要给她 肯定给一千嘛 她要说给她自己 我就说三千 谢谢 我们希望这一队能够获得最终的幸福吧 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图老师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 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 现金券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爱情道路上遭遇了一些什么 我们以前一直是异地恋 那个时候她对我很体贴也很细心 但是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我却感觉她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没有那么在乎我了 而且我还发现她一直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 她称呼人家为女神 她处处照顾着女神 却一点都不顾我的感受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了 一对研究生 女生说 为什么你的心里只有女神 她的男朋友跟那个女神究竟有怎样的关联呢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涛23岁来自山西研究生在读 女嘉宾小库23岁来自山东研究生在读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欢迎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你好 好好好 研究生 什么专业啊 我是学电子与通信的 厉害你呢 差不多一样 是一个学校吗 目前是 原来不是 原来是异地的 你们是大学的就谈恋爱了吗 是的 我们是大二的时候 因为是在不同的城市读大学 然后参加同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 然后在那个聚会上认识的 当时她还是个特别清纯 特别善计人意那么一个女孩 我就经常 没事找个机会去送点礼物 接近一下关系 一来二去不就好上了吗 好 等于你们是在读本科的时候好的 是吧 对啊 本科不在一个学校 本科不在 研究生怎么跑到一个学校了呢 就是大四毕业的时候 我们俩都想继续读研究生 然后这个时候她说 那不然咱俩就考到一起来 这样就从异地变成同地了 然后当时我是有更好的选择 但是为了在一起 我就放弃了那个更好的选择 于是我们就考到同一个学校 等于是为了她放弃了一次 好学校的选择 是这意思吧 当然现在学校也是挺好的 那个会更好是吧 我其实也挺好奇 好奇在什么地方 本科的时候是异地 对吧 男的两年还猜得挺好 对 这读了研究生了 在一起了怎么反而不行了呢 姑娘 以前在本科的时候 虽然是异地 但是她每天都会给我发微信 打电话 是一个特别体贴 特别细心的男生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 她就会从她的城市 坐火车到我们学校来 准备一些小浪漫 小惊喜 我同学都特别羡慕我 可是现在虽然距离近了 朝夕相处 我觉得她很多地方 根本就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那个她 我不知道是她变了 还是说她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哪有呀 你自己多心了吧 我感觉是 多心了 我刚才说你看 男生的心里有个女神 咱们从女神开始说 你是有个女神吗 没有什么女神 根本就没有什么女神 这不就是 哎呀 怎么形容呢 你看就是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人家本来就长得挺漂亮的 我叫她一声女神 也不过分呀 后来在这个 我们考研 正好我又跟女神 就一起考了过来嘛 就正好考过来的 也不是说我约的 怎么 怎么着 就女神现在也在你们学校 对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她就觉得 我对人家也怎么着了 那你跟女神有互动吗 呀一说这个她就更生气了 就是本来我是 选的是和她一样的课嘛 那个课 我觉得我就听不懂 我就退了嘛 你不用力学 你怎么能听得懂呢 哎 就不是 那课的确听不懂 人家老师一口子方言 课又本身又晦涩难懂 内容又很难受 那我不就退了 换一门课嘛 这正好这一换 好巧不巧就和我 我这个女神这个同学 这个一块上了 这事就来了 哎 你跟那个女神 怎么老是那么巧呢 哪有老是那么巧 你看啊 你们考同一所学校 哎 是吧 你们一起换课是吧 嗯 对 还真是 这就太不容易了这个 哎呦 我发现您的想法和她 不谋而合 这就是偶然 真是偶然 绝对的偶然 对啊 怎么那么巧 我没说别的啊 人都说这么巧 哎 生活无处不充满巧合 对 那你跟这个女神互动吗 我问你的是 互动啊 那怎么不互动啊 我们一起上课 本来就四年同学 那早晨该上课 我也要给人家站坐嘛 站上坐那不是本来也做一起 给谁站坐 给女神站啊 哦 哦 同学之情 绅士风度还是要有的吗 对对对 那女神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知道啊 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我从来没有像任何人隐瞒过她的存在啊 她说她不像任何人隐瞒我的存在 可是她从来不带我进入她的朋友圈子 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 她就喜欢和她的室友啊 社团的同学 还有他们班的同学 一块出去玩 大吃大喝 嗯 她从来都不带我 我就跟她说你带上我呗 她还正正有次她就是不带我 不是带女神吗 女神跟她是一个社团的 哦 你看看 哎呀 她的意思就是好像说是 我在生活中处处是想把她排斥在外 然而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你看像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跟我们宿舍 其他三个人一起出去吃 兄弟们谈兄弟们的事 兄弟们谈足球篮球 谈游戏 你也不太懂 不来也就挺好的 你多跟我谈谈我 不就懂了吗 不对 我们的多年经验在大学里头 兄弟们在一起谈的 足球篮球游戏 还有 女神 一定是有 这难免 为什么要隐瞒 没有隐瞒 只是 那我直接说我谈女神 是不是显得好像我们平时 对她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企图 就是轻描淡写了一下 不是说对她有什么想法 你看 就像我们社团 那我们社团出去 大家都不带家属 那我也就不带家属了吗 哎 你为什么不加入他们社团呢 我不喜欢啊 他们登山社 很累 可以喜欢啊 我体力不行 让她背你啊 她嫌我太重了 哎呀 哎 女神重吗 不重 哎 你背过女神啊 不是 那不重 重与不重 我一眼也能看出来 哦 呀 可 可是范围内的变化还是 哎 我就搞不清楚了 你看你跟她的爱好也不一样 你跟她也没什么好聊的 恰恰的你跟女神又爱好一样 你们听课的兴趣也一样 什么都一样 女神又是你同班同学 你当时干嘛不追女神 你跟她好什么呀 我不是说和她没有共同爱好 她爱学习我爱玩 但是我们平时其他的 除了我退了那门课 其他课我们吃饭不还是在一起吗 嗯 我因为平时生性好动 个性偏外 从互补的角度来讲 我也是喜欢一个 相对内敛的一个女孩子嘛 这个 不喜欢那种 你看像人家女神这性格温放 我爱跑哪儿 她也爱跑哪儿 这完了大家都都跑去吧 这什么也不用想了 再加上人家女神 为什么叫女神 是因为她离得你 有距离 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就是你追不上 你要追上你也下手了 这话不能翻过来说 但是仗着来说就是 人家的确够优秀 我们就不考虑这个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人家不够优秀咯 没有啊 人和人我感觉 不能这样这样 直接的对比 但是人家女神的确够优秀 你自己老在那对比 哪有当着自己的女朋友 说女神女神的 你尊重你女朋友吗 她应该是你的女神才对啊 你怎么有了她 还有其他的女神呢兄弟 人家我说这个的时候吧 就是我要 你形容一下女神嘛 我真想知道 这女神是什么样 人家就是一个普通的 挺漂亮的女生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 你是漂亮吗 没有别的 什么性格可爱啊 或者是说 有知识和涵养啊 气质好啊之类的 没有别的吗 主要是突出一个漂亮 我感觉 这个你特别介意是吧 对 而且我约她去上次戏 她早晨从来都不起来的 但是跟女神上的那节课 她一定早早就去了 给人家站坐 我怎么可能 平时从来不给她站坐 或者说我一约她了 我就不来嘛 就有那么一次 偶然间 一不小心半夜看个剧 第二天 一不小心没起来 这就 一直就拿这个说事了 那你还想 给谁都要站坐 那你还想几次啊 不是 你看 我给人家也要站坐 给你也要站坐 我从来没有说过 把你们区别对待 而且站坐这个事 这怎么能不区别对待吗 咱俩什么关系 你们俩什么关系 能对比吗 这个站坐这个事吧 它不像你想的 那么有倾向性啊 我也不是请人家 去看电影了 对不对 不过就是给人家 提前去站个座位 那你要请人家看电影 这还了得 不光是跟她 其他我认识的同学 只要相熟的要去 我肯定也愿意 给他们站坐 我觉得这根本就 不是什么事 你看像比如说 你平时吃饭什么的 那么讲究 我平时上课 今天下了课出来 我吃个食堂 人家这个不行啊 经常喜欢弄点什么 调剂一下 我们是不是又该下馆子了 我们是不是又该去 吃西餐了 咱们这一群穷学生 吃一次百八十块钱 吃一次百八十块钱 月初你说 就把咱俩的生活 被闹得这么紧张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利于 咱们今后的发展啊 吃饭的时候 我也有跟你AA是吗 你们俩吃不到一起 对吧 有些时候的确是 你们俩什么能在一起 听到现在我也没听出来 你们俩什么在一起 是比较和谐的 你们有什么 共同的爱好吗 你们俩能聊在一起吗 共同爱好 你说这个就比较 这就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是没有 的确就是 你一定要挑一个共同 我们我其实觉得 但是你跟女神有 你们爬山 你跟哥们有 你有篮球 有游戏 对吧 你跟他没有 你们俩在一起聊什么 我特好奇 其实我们也有 比如说 共同喜欢的动画片啊 电影啊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 创造共同的时间 然后来 好像我听出来 你们俩没有 共同的时间吧 因为他刚才说的是 你跟社团的人 跟你兄弟在一起 从来不带他 你们的时间在哪呢 不是 我是跟其他人出去 但也不是不跟他去了 只不过是 陪人家去了一次 又陪你去了一次 陪你去这一次 没事无所谓 下一季你没陪他去 你怎么不陪我去啊 这就完了 来了 行 那我听明白了 我大体听明白了 你们给我一个量化指标 就是你们一周在一起 除了上课和自习的时间外 你们俩交集的时间 一周大概有多少 每两周能出去陪他玩一次 每两周玩一次 你社团多久一次活动 每周都得出去一次吧 的确 这个我知道 就是一说出来 感觉这个对比特别明显 不是感觉对比特别明显吧 它就是特别明显吧 你喜欢你女朋友吗 喜欢啊 从来都是 把她放在第一位的呀 你现在就觉得 她女神 你吃女神的醋了 是吧姑娘 有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呢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 两个人性格上的摩擦 今天是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她要来 哎呀 明显不是我要来 你看看这个就是 因为我要跟她分手 她不同意 对啊 我怎么能接受 就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小事 怎么 我们吃不到一起了 我们就 但是管中亏报啊 我觉得这都不是小事 小事一件一件积累起来 就变成大事了 我反正感觉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感觉 许多事情真的是 反正你不愿意分手 对 我不愿意 好 老师们 你们看这段感情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到 丘比特问卷 姑娘 你把眼镜摘了行吗 给大家看看 你看挺端庄 挺清秀的一个姑娘 她戴眼镜也挺好看的 对啊 听到现在我就在想 按理说 应该是这姑娘 老瞧不上她才对啊 就弄到半天 现在都是这小伙子的时候 女神 女神 就是漂亮 就是开朗 你看你怎么评价你女朋友的 说我这女朋友 当然要选她 为什么呀 本分 踏实 放出去都放心 你觉得这是夸人吗 我要是有人这么夸我 我肯定特别伤心 甚至特别愤怒 我说实话这姑娘 你就让她太有安全感 你干嘛老盯着那女神呢 你就没有男神吗 你是什么社团的 没有 整一个 因为我平常 对嘛 赶紧整一个社团 学校里哪个社团帅哥最多 你就抱哪个社团 然后一周必须参加两次社团活动 然后必须不能带她 她想去干嘛呀 我们这社团这个聊的内容 你听不懂 你不适合参加 一个月 两个月下来 你再看看她 我是觉得这个姑娘 你是太让她 有那种放心的感觉了 你一天到晚的盯着她说 你跟女神又说什么了 然后你怎么又帮她定座了 你怎么不能够 跟这学校里的男神多交集一下 可是她就是我男神 这才叫恋爱中人 就你们觉得不怎么样 但是这就是我的神 情人眼里出西事啊 对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恋爱当中 最大的这个杀手 不是情敌 而是想象 就您老有那种想象的空间 这个女神确实特别漂亮 就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特别帅的帅哥的时候 也特别爱多看两眼 但是我认为想象力 应该适可而止 你把更多的这个关注度 如果放到你的女神 或者是社团上面的时候 你的女朋友她会吃醋的 她认为说你关注别的东西 和别的姑娘太多了 有的时候男生嘛 喜欢一个漂亮的姑娘 或者说是我愿意多看两眼 这都人之常情啊 没有问题 但是前提是 能够陪在你身边 把你当男神的那个姑娘 咱也得正眼看她 你要是连点甜头 都不愿意给人家的话 谁还愿意在你旁边 用仰视的目光去仰望你呢 能够在你身边 天天的把你当成神一样 去看待的那个姑娘 我认为才是最靠谱的 当你们两个人在想 为什么会分开的时候 我却在想 你们为什么要在一起 因为你们两个人 其实都是在跟自己的 各自的女神男神在恋爱 你们之前是异地恋 你不了解她 其实就是通过她 对你所谓的殷勤啊 照顾啊 体贴啊 然后你把她想象成你的男神 然后现在在一起了 发现 哎 男神变了 怎么是这么样一个人啊 所以你其实一直在试图 跟自己的男神在恋爱 但她不是 而你呢 也是在跟自己的女神 在谈恋爱 没有任何一个人 如果对一个女孩 没有非分之想的话 他不可能给她去占座 不可能跟她 混到一个社团 最不可能的是 当着自己的女朋友的面 去夸奖这个女人 你丝毫不考虑她的感受 你的心里一直装着那个女神 追不到女神 甚至于不敢去追 然后用她来弥补你的空虚 而女孩 你完全有资格做别人的女神呢 她一定不是你的男神 异地恋你根本就不了解她 现在在一起之后 你觉得她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只不过你无法面对自己 付出了一段时间的所谓的恋爱 所以啊把眼光从这个所谓的男神身上收回来 她就是一普普通通的一个男孩 然后呢把眼光呢 往周围多看一看 擦亮眼镜和眼睛 然后呢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就这样 好谢谢 谢谢曲总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几乎人人都有偶像 谁心里都有女神或者是男神 但是随着人逐渐的慢慢慢慢的成熟 对于人的了解不再那么肤浅 有表吉利 所以这种偶像的光辉 就慢慢慢慢的黯淡了下来 其实你接触久了 你会发现 你所指的那些女神或者是女歌星 除了我们看上去的光环和美丽之外 你一旦要是走进她的生活 或者是跟她长期相助 你会发现 她跟普通的女人别无二致 比如说你看她漂亮对吧 她不化妆的时候也就那样 她跟凡夫苏子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你没有去接近她 如果你要是跟她长期相处 你会发现 她所有的行为举止 跟我们所有的普通人的 一言一举一行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比我们普通人 还有一些习惯你是接受不了的 我所指的就是 任何事物不看表面的美丽和华丽 当一个人慢慢慢慢成熟之后 你才会发现 人真正可爱的不是她表面的漂亮 而是在于生活当中 你的爱人对于你很普通很真诚的付出 这是最可爱的 但是每个人成熟的时间快慢长短会不同 而你相当于是童年龄人当中 成熟的比较晚的那一类型 你才会觉得女神依然是女神一样的存在 我也相信你对女神没有太多的非分之想 因为你觉得高不可攀 那其实你们之间我认为 只是这个男神不成熟而已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也不成熟 你真正的了解他吗 你也不了解他 你之所以觉得他是你的男神 那是因为你对他的认识也有限 你们还需要生活的磨合 真的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 才会觉得 原来对方对我真真实实的付出 才是最可爱的地方 所谓的男神和女神 都是乌鱼一样的存在 那都不是现实的 就这样 如果你要真喜欢的话 请你尊重 我不觉得你跟那个女神会有什么 只是说你在这场恋爱里面谈的 没有那么认真 没有那么扎实 仅此而已 这个评价你认可吗 认可 好了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涛涛 我不知道距离对于我们 到底是好还是坏 远距离让我喜欢上你 可是新的距离却让我发现了 很多我不知道的 可能是真实的你 也许你说的对 我们应该保持一些距离 我更羡慕你的朋友们 还有哥们们 他们可以更多地拥有你 我觉得 一切都还来得及 就是 只要我们还在这里 我们还有研究生而上 我们既然都 费尽了千辛万苦 考到了一起 我不能接受 因为这么一些小的事情 就将我们分开 我之前所做的很多事 很多事没有当回事 都还来得及 都还来得及补救 从今天起开始重视 从今天起开始专注 从现在开始尊重 好 请亮灯吧 哎 人真是有意思啊 你在手里的时候 你从来没觉得它好过 一旦觉得它要滑落 就想去抓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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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听了一场 那个校园爱情 来 请关门 其实在听这段爱情的时候 我们也在学习 你能感受到 这种爱情里面的那个 挺美好的那一小部分 男生是没得跑 一定欢天喜地地跳出来 女生是如自己所说的那样 默默地就走开了呢 还是说 哎呀 我们俩也挺不容易的 要不然我再给他一个机会呢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结果吧 请开门 没想到这个结局啊 虽然也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我仍然不想真的就这样 不安心 我相信在最开始的时候 她也是你的女生 因为离得远 那时候绝诊美 后来追近了之后 你发现不是女生 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你有看见别的女生 但是所有人 都是简单的人 没有什么神 嗯 说的的确是 对的 可能之前 就是追的时候 明明还那么地重视她 在了一起之后 却有很多地方 我自己当作小事 并没有在意 但是却深深地伤害了 我跟你说 所有的人 都会犯一个同样的错误 对我们最亲近的人 有失尊重 对我们最亲近的人 有失关注 都犯过这样的错误 没事 记轻了 对不对 再去追啊 也许又追回来了呢 追回来就好好对她 好吗 对 加油啊 去吧 快去追去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老图有话说 来图老师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这是一个女用户 为什么老想着去看看前男友的动态 为什么看她过的幸福 我要难受 我是自己找罪受吗 有什么方法能改变呢 看着自己所爱的人幸福 按道理来说 你也应该幸福 最多有一些失落 那是真爱 如果看着自己所爱的人幸福 你却有些难受或者是忌妒 那不是真爱 是占有 那么想占有一样东西 却得不到 难受 是必然的 所以你自己受着吧 感谢图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直播期间 打开图牛APP 赢出百元现金券 要旅游 找图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 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同讯视频 搜酷视频 乐视网PPTV居里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